大家好,又是隔夜飛熱錢財經的時候,我是世榮,又和今晚又和大家見面了 上次有沒有跟著隔夜飛贏了,真勝者是我心水第一選吧 但我不相信那匹狂龍,人家一膽兩腳就中了 上面的影片有上次那條,怎樣贏20萬走呢,跟大戶 你可以在上面看看,不要騙大家了,事前拍的 有時不用怕被人打劫,跟大戶一起打劫人,才贏得多 到時你就會覺得這個世界很多東西都很便宜 今次看看有沒有什麼,最重要是什麼呢 這個APP你一定要下載,可以在Google Play App Store 看到 跟著最重要就是訂閱,在我說給大家聽之前,你也要訂閱 有,我才通知到你,不是有錢都不會收拾,賽馬多閉矮 馬上事不宜遲,我們先看看 頭場馬主升輝,我貼了第一選 看以前財經,有些我不相信,超有趣 試閘放頭和高分馬好像很聰明,但梁家俊直路散了 我會看見這隻馬,力得勝呢,有萬閘,上次都不是追得很近 用楊綾蘇寶羅這組合都是一般的 但是人家單Q呢,馬主升輝自保區 啊,潘頓難道真的有料到 因為呢,你知道他那場五班,第五場的1650 他贏過最聰神,他就丟到那邊跑了 那是不是因為潘頓不空呢,就是因為要搏這場自保區 我不知道,不過人家增錢,萬一元扔進這組合 這兩隻WIN大家都要小心一點 好了,今次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那下次再跟大家說過這個,隔夜非熱錢財經 不要走開,後面還有好東西啊 那我們下次再見,拜拜 以上馬筆推介為創馬屋平馬人 採持盃可以急升或急跌,頭主者可能會夢獸,頭主全部損失 過案表現明不發映章來表現,頭主攝及風險,應該是馬筆所攝及風險 這部分呢,即馬主聲輝呢,我就覺得是有信心的 那但是你看他的Q,他拖自保區,大家都要拖 自保區我都是沒有選的,大家先選了 那希望呢,最重要是什麼呢?訂閱這個頻道 你不訂閱,其實沒用的,這裡 那大家呢,有些什麼可以在下面留言問我又可以 那希望呢,我有時間,你不開了個鐘,如果明天有時間做五間 不可以叫隔夜非財經了,變成五間熱淺財經了 好了,那到時再跟大家見面 那希望大家呢,一起跟我贏多些 千萬不要做大戶點心 我們要跟大戶一起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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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